金时财经 点时成金 大家好 我是曾静一 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到白宫西义的 椭圆形办公室拍了视频 告诉大家说患病是上帝的祝福 他因祸得福 今天彭斯对阵哈里斯 但是必谈权力和平交接问题 谢国中会分析 谈谈要关注的是特朗普的健康状况 背后隐含的风险 中会说越是大势已去 越要防范特朗普 台积电跟三星的营收急速上升 而美国打算限制 蚂蚁和腾讯的支付平台 但是腾讯的股价没有受到影响 我们会这次要谈谈 美国在升级科技冷战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第一场 也是唯一的一场 副总统参选人的电视辩论 在香港时间8号上午举行 原本这个副总统的电视辩论 不是那么重要的 副总统参选人电视辩论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这次特别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2号 确诊新冠病毒之后 那么在接下来他暂停了大规模的造势活动 大规模造势活动是他最擅长的 但是他没有办法来出席 所以现在副总统参选人们的对阵就特别的重要 而出院至今特朗普的状态有没有些什么的变化 好 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双方的论当中 其实这个议题很多的 包括了什么特朗普的税务问题 气候变化 还有就是这个外交政策 另外就是关于警察暴力的问题 以及大选和平权力转移的问题 这些其实作为副手 他们都在衬托像是双方的总统参选人的重要性 但是更重要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特朗普的情况究竟如何 双方的表现能不能为他加分 马上联系的是独立经济学家谢国中 Andy你好 金一好 今天你怎么看这个副总统参选人 彭斯跟哈里斯今天的辩论表现 能不能为他们双方的总统参选人 像是这个特朗普和拜登做加分呢 我觉得两个副总统候选人的话 就是表现都还不错 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惹麻烦 第二就是能够有效的为总统候选人辩护 我觉得两个都做得不错 彭斯因为特朗普波动比较大 所以彭斯的话比较正经 所以应该说是对特朗普加分比较多 但是那个哈里斯的话是很会说话的一个人 而且强调了新冠疫情的这样一个失控的问题 所以现在就是说他们并没有说是真正的改变这个选举的方向 这核心问题是个对新冠疫情的一个处理 到底是特朗普有没有错 这是这次大选的核心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特朗普在失去选票 这个流失率越来越高 但重点是在于今天的辩论当中也谈到了 如果说真的像是特朗普输的话 能不能够有和平的权力交接 不管是彭斯或者是哈里斯双方都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问题就来了 如果说特朗普方面真的输的话 那么他能不能够用所谓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裁决问题 来处理所谓输的问题 因为最近他一直在强调的就是邮寄选票可能产生不公正性 他会质疑这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采取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裁决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因为就是邮寄选票是可能超过拜登赢那个票数 所以他有可能会告这个邮寄选票不合法 但是最高法院很快就会省这个问题 这个法院我觉得是不可能说是邮寄选票是不合法的 因为这是议会通过的法案就是说是合法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是这个体制里面是有能力去解决这个争议的 也就是说特朗普可能会采取让最高法院大法官来裁决邮寄选票的问题 但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不会裁定邮寄选票是有问题的 因为这是国会通过的一个法案 所以最后的问题可能还要再向前推 看到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进展 还要再问一个问题就是特朗普从医院出来之后 在白宫这几天的时间是战斗力满满 连半夜都还在发推特 这个半夜不好好的事 你怎么看特朗普目前的健康情况 背后是不是有些让人担忧的因素会带来一些风险呢 是啊 在美国那个众议院的就是主席佩洛西 佩洛西已经说过他那个用那个技术啊 就是就是内骨船啊 可能是对可能影响他那个大脑的正常的思考 而且他用了这些技术的话 人不想睡觉 所以这个脑子的话就是运行的话是个问题了 所以他现在想通过用技术啊 让他显得他很有精力啊 这个我觉得就是可能带来的反送用 现在人民也觉得他这个人有点失常 这可能是跟用药有关的 在香港时间8号下午4点多 也就是美国华府时间凌晨4点多时候 他又发了一个推文 好像又谈到关于中国的问题 说是要惩罚中国 半夜他又不睡觉了 对于中国的问题 你认为他接下来会有些什么样的行动吗 是啊 这是一切 他这个核心的就是辩解就是说 这个疫情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 是中国带来的 所以这个但是呢就是拜登 说是那个疫情的话 来的话是你不能控制 但是你怎么去应对是你能够控制的 所以这个是他要跟选民就是 选民是看哪一边说的有道理了 他现在就说 这很明显的就是 这个选举就是关于新冠疫情的问题 所以呢他现在要 一定要说是中国带来的 说要让人民都看到是中国带来的 不是他的错 所以本月的话 他既然这么说了 本月对中国采取一定的行动的话 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谢谢Andy我们所做的分析和提醒 这几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接下来特朗普会有些什么样的行为 是市场需要关注的 我们现在更要是谨慎面对市场的波动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